生命的旅程永远未知 但终点却殊途同归 身在此中 我们不曾察觉 疾困于老龄化 少子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之难 不愿意去面对彼此 又承受着疾病衰老的不可抵抗之苦 他说没有年轻人 密尿前列腺癌 当人生临近终点时 我们才发现死亡的现实含义 永远不知道意外那天会来 我们邀请你一起 在人之归途中 重新思考生的意义 老师你好 我朋友她六月份找那个X主人看过 然后他 身边在那个桶 28帧市 28帧市是吧 对 好谢谢 上两个月应该开过 我那个姐她问最多就是两瓶 太多了会过期了 过期了是吧 那行那就是正常两瓶吧 这次医生只开的是二号 不能多开 医生说多开会过期的 就没有药效了 每次最多就是两瓶 很多人不理解 培诊师这个行业 到底是做什么的 就是你自己来 怎么解释这个行业 它是属于一个 纯纯的一个服务行业 就目前北京而言 就是培诊的话 就是这个三大板块 跑腿培诊 还有培诊 还有带问诊 发快递的 里面是一个药 你现在有想过 是什么契机滋生了 培诊师这个行业吗 来北京进京看病的 大部分人都是异地的 基本上就是说地方做不了的 最后他所有的患者 都是进京的 就相当于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大部分都是疑难杂症的 癌症患者 从各个方面来说 就是一个是成本的问题 我之前计算过一个 癌症的患者 他一年之内至少要跑北京12次 比方说他做复查的时候 他需要去开检查单子 他那个检查 因为像北京大医院 他都要去预约 你比方说最快的 有可能预约一周 那有的最慢的 可能两周 甚至一个月 都有这种可能 年轻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因为年轻人 他会面临着不同的压力 他要多的 更多的是你对医院的 你怎么让我更高效去就医 是您那个家属吗 还是您 对对我家属 我父亲 他大概什么情况 是北大第一是吧 对北大第一医院 泌尿前列腺癌 之前医生给的治疗方案 时间已经到了 接下来呢 就是想看看接下来 才看看怎么治疗 是吧 对周四的时候 我在联系 他们医院的人 然后告诉您找谁加号 成成成 您最好把老爷子身份证 给我寄过来 最好 你到时候加号的话 他可能 因为北大那边 他没有经济通 什么都没有 我把那二维码给你拿过行吗 如果是医生打纸质版的 你还是给我吧 就是保险一些 因为北大第一 他那个比较特殊 那不行 我就把身份证也都给你一起打过去 我觉得最好 对对对 你最好拿着身份证 对对对 因为他那个医生加号 他用身份证加 可能比较更方便一些 你听到过一些误解吗 就是说会把你们和黄牛之类的 听过 太多了 太多了 就是刚开始 比方说我们通过发布一些信息 人家就说你就是黄牛 其实黄牛给陪诊 就是完全就没有交集 就是我现在做的陪诊 我们不涉及到挂号这个项目 就是所有找到我们陪诊的患者 都是自己去挂号的 我们不参与挂号 我们可能会对整个病情告诉他 你接下来在医院需要干什么 就是过硬的这种医院的流程 就是包括跟患者之间的这种沟通啊 交流啊 可能我们在服务上可能下的功夫比较多一些 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 你自己也会带入一些情绪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特别理解癌症患者 他没生病之前 他就是一个强人 他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 就是不会去麻烦别人的事情 然后当他有一天病了以后 就是身边没有人能帮他 然后他呢 在我们陪诊的过程当中 他会做一些 就是特别极端的事情 我之前做过一个患者啊 就是他在没有生病之前 就是在事业上啊 就是其他方面 就是特别成功的那种 然后当他得病了以后 他觉得就是天塌了那种感觉 然后一下子就是落差比较大嘛 他的那个脾气一上来 有时候像小孩原来 他就说我要吃冰棍 你去给我买个冰棍 就是天马行空的那种想法 就是思维跳跃性特别大 你不按照他说的 不按照他做的 他都会当场就跟你发脾气 一点不丢情练 因为本身就是做服务的嘛 我们这种承受能力还是要有的 因为他很新嘛 这个行业 他有没有正在面临的困境 一个新行业的诞生 他会面临很多问题 因为首先我们不是医务人员 有时候患者他也会问 哪个医院好 或者说哪个医生水平高 或者说怎么样 可能也会碰到这些问题 我们只是有的时候去可能更多的去建议他 法律没有界定 没有法律来管控你 甚至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监管部门 空白地带 对对对 也没有说一个价格的一个定义 或者说对行业的一个标准 没有 只能说凭着大家的良心 做人的底线来做一个标准 今天是什么安排 今天就是之前我的一个患者 然后他之前不是跟他陪着他女人过来看病 然后在这边租的房子 当时也是我给他租的那个房子 他现在不是疫情吗 来不了了 所以现在就是让我去 把他之前的那些行李都打包寄回去 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 这个也是在淘宝网上 就是之前他在我那个店铺里面找到我 因为他之前是我给他做的陪诊 等于相当于一个陪诊的一个延续服务 因为有的很多患者 他们有这样的诉求 有这样的要求 那我们就帮他去做 他们在这边生活了多久 他们在这边生活从7月8月9月10月11 接近5个月 那还需要来北京复餐开药吗 得明年了 他跟我说是二三月份 到时候还得过来再租房子 等于这个事情 等于明年再重复还得做一次 哇塞 好啊 姐 我进来了 嗨 嗨 好 这个罐子跟这个 跟这个座子 你要给我快递回来 然后再转往 往里面转 你那个女儿现在怎么样了 好了 好了一半了 就是说 还要 就是说还要 还要看个两三次吧 现在回不去怎么好 对 那你只能明天再来 看好了这些 这个药都不要了 是吧 你看一下 要不要了 你放在那里 你放在那里吧 可能我们假如下个月解除弹窗的话 我还是会够来 行 人的工作 它不光是获得收益的价值 你个人会觉得 它应该承载其他的一些价值吗 肯定会有 像我坐了那么长时间 有时候我也没高尚到 说我每个患者我都不收费 首先我要在北京生存 对 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家庭 我也要去生活 只能说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会去做一些妥协 我给它做一些免费 甚至或者有时候我就 有意味地帮它跑了一下而已 我替你想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需要同理性的行业 没错 就是针对不同的患者 不同的人 你都要去理解它 每个人他所经历的过程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塑造出来的人性也不一样 是的 有一段时间 北京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那时候接了一个患者 就是因为他的子女 被疫情困在外地 他的父亲 就是急需要到北京做手术 因为当地医生已经不能看 因为超出他的一个范围了 当时我不敢接那个单子 是因为他突发脑浴血 就是人处于那种不能自理的 他因为他是农村的 他说没有年轻人 没有这样的年轻人能附送他到北京的 然后就是当时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我当时因为我也怕风险 我也不敢去接这个单子 你是怕什么风险 怕他治不好 我不是说治不好 我是怕万一到北京 我接了他以后 赖上我怎么办 因为他不能自理 这个事情我说不清楚 当时他女儿就电话里一边哭一边 然后他说我跟你写份血书 然后就是通过什么各种 他说你要不行 我跟你做个公证 什么我报警 然后让警察来证明 就各种方法 当时我就是瞬间 我有一个瞬间就是想 如果我父母要是这样的话 我怎么办 后来我就接了那个订单 我记得很清楚 我找了一个哥哥开着车 去北京西探 然后我把他 当时他大一来的 也是六十多岁 就是老人陪老人 就是老人照顾老人 他根本就是 什么都不认识到北京 所以我当时给他接了到 就是到医院里面 我给他找好酒店 然后我给他 就是给他送到医院 因为当时也联系上医院了 因为他需要急需手术急诊的那种 然后给他送到急诊 然后一路 我就跟他女儿一直在沟通联系 什么的 大概时候 他大概住了二十多天的院 然后后来我在附近给他租房子 他出院了 他女儿又给我打电话 他说小马哥 等于就是说 你真是你救了我 父亲一命 然后怎么样 然后就各种感谢那种 就是 就是你听着心里面 就是觉得 哎呀 第一次这么被需要的那种 如果你没有去理解他的话 我想你可能后面 还有也会自责 嗯 对 当时他跟我讲了好多 就是 就是我特别能理解 因为都是年轻人嘛 我特别能理解 父母 就是他不在那种状态 因为没有人能帮他 因为在北京没有人 他不认识 也没有亲朋好友 也不认识 所以他那个时候 可能就是把我当成 那个救命稻草一样 就是这边有一人 能接受他父母的 就是有人能接受他 给他送到医院的 然后整个过程 能陪伴的 能跑医院流程的 因为你到医院 医院不会去跟你做这些事情 有的时候 我跟我的团队人说 我们不是说 喊口号说 把患者当成家人 我们真的要去做一些 让他能感受到 拿到药了 对对对 我给你说一下 就是这个买药的这种情况 你像异地的话 他之前是买过的 他必须系统里面 有三个月的够药记录 医生才能给他 没有三个月以内的 够药记录的话 一般医生是不会给他药 像这客户 我都已经来了第四次 再开药的话 如果说他常年吃的 就是你每个月都来 因为他在外地 不方便进京 比较麻烦你 您怎么开始接触到 陪诊师这个行业呢 这个算机缘巧合吧 因为我父亲 今年七月份 确诊的是那个食管癌 他是来北京这边看病 然后当时我们跑了 将近一个月 就是前前后的这种检查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就先办了这个辞职 后来在医院这边 就是跑的工夫呢 也接触过一些 其他的癌症患者 然后当时有一个患者呢 他是 他说那个 你能不能做我的这个家人 因为他老公去世了 孩子还上学呢 他说我实在是没有 其他的亲人 在这个能够陪我 我说行 后来我就跟朋友就聊 聊我这个经历嘛 然后朋友说 那你这个你可以去做这个陪诊嘛 这样的话等于自己这边也有一份收入嘛 因为毕竟我 我父亲这边的这个病也是一个 花费比较高的一个病 也是迫于生存吧 那你以后呢 你想过把陪诊师当作自己的长久的职业吗 有这个打算 因为每天要面对着这么多的患者 而且面对着这种生离死别的这种状况 而且医院是最能体会人间百态的 也有就是因为不愿意陪同父母啊 对父母大声呵斥的这种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陪诊的存在 其实还是有很大意义的 那你觉得做陪诊师对你来说带来了哪些影响 可能对事情的一些理解不太一样 可能没有把一些所谓的一些东西看得很重 有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些遇到一些麻烦 或者说一些家庭上的事情 我一想到这些病人 我觉得我太幸运 我觉得健康不是说大家所理解的那样 对这个健康的理解我太深刻了 所以你在这其中汲取到的正向的力量会更多一些 对对对 我现在就是多少带点职业病 就是我见到任何陌生人 我都想上去帮一下 在医院完事的时候 我没事的时候 我都会停留在机器跟前 停留10分到20分钟的时候 我会帮助那些人 就是有不会交费的 有不会取号的 有不会报到的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友谊医院 就是我就站在那一个小时 我拿着手机我在计算 我帮助了多少人 那一个小时帮助了多少人 34个人 你一直都是如此吗 还是 以前我不是 以前可能我会觉得 不是说冷漠 有时候我可能 可能我为什么要去管这个事情 现在我可能就是下意识的 就是我会去帮他一下 这对你来说是最大的一种改变吗 对 可以那么理解 随着人口老龄化 看病难等现实情况发展 培诊市场需求逐步增加 目前各个电商和社交媒体平台上 都可以搜索到提供陪诊服务的店铺和账号 分布在北京 深圳 武汉等医疗资源比较丰沛的城市 2022年9月28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新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陪诊师未被纳入其中 陪诊师的职责范围准入门槛 服务标准 培训体系 市场监管 仍台明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